五十一承報,今年9月3日通過為有新假期 2015年7月10日港民A03本部《港民報》報導 立法會昨天而讀辯論把今年9月3日列為抗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日假期草案 結果獲過半數委員贊成下,三讀通過 市民可享一日有新假期,勞工處提醒僱主,若不給予僱員法定假日或不知付假日薪酬 屬可被檢控罪行,最高可罰五萬元,暫不攀牌造永久公眾假期這次假期僅屬一致過 今年9月3日是週四,打工者月取週五假,至週日,就可有一連四天的短假期外遊料 對於有議員要求將此日列為永久公眾假期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中表示,此舉對僱主、僱員和經濟有長遠影響,暫不會作此安排 至於勞工假假自17日建議,他稱目前部分僱主提供的條件給僱勇條例好 局方已要求統計處調查過完假期,未來會向勞工會和立法會人歷史無委員會報告再討論 建制派議員長麗雲指出,父親是抗日戰時,希望每個部門都做活動,讓市民了解歷史 公民黨梁家傑自爆祖父在日軍佔領時,因受公債而失明和失去阻備,自己有節夫之同 根據僱勇條例,僱主與無法攤排僱員於法定假日當日放假 必須按條例的規定安排令定假日或代替假日與僱員 其中包括僱主在該假日最少48小時前通知僱員令定之安排,並在該假日後60日內放假等 明天就是現場所探着還有其他感動的 假日並將來為允許不搖奪 極助悶開始 永世褻 發生物 永世褻討論 永世褻討論 永世褻程 永世褻討論 永世褻討論 永世褻討論